说人情冷暖,素时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脆化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在大家伙看来 我是个好母亲,好婆婆 日劳人愿,体贴入微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 自己家糟糕成了什么样子 丈夫老丁是家中独子 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因为一个合作项目 我们慢慢熟悉 觉得合适便结了婚 实施家庭教育的关系 我比较传统 觉得女人除了工作 就该相夫教子 三从四得 加上老丁 本就大男子主义 所以婚前婚后 我包揽了所有的家务 没有任何怨言 后来 双方父母一起旅行 发生事故离开 老丁不忍悲伤 干脆用工作麻醉自己 我一人料理所有的事 痛失双亲和劳累 差点压垮了身子 即便如此 我也没有埋怨老丁 他有苦衷 不得已罢了 因为年轻时忙于事业 我们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同龄人的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我和老丁 才有了儿子小海 有了儿子 老丁还想要个女儿 可惜身体太差 我无法再生育 这成了我们最大的遗憾 老来得子格外珍惜 生怕小海有个闪失 后来小家伙走亲戚 差点淹死 越发让我和老丁心疼 自然是宠溺到无可救药 但凡能满足他的 就没拒绝过 老丁除了工作 其他的事一概不做 偶尔吸血来潮 或者被逼无奈 做了一两劲 就会念叨抱怨 久而久之 我也不再要求他帮忙分担 将小海交给保姆 我们都不放心 放弃事业 我不愿 于是便把孩子带去工作单位 辛苦可想而知 好在小海身体健康 也很聪明 学习几乎没让我们操心 成绩优异 只要是参加竞赛 总能报个奖杯回家 这让和老丁极其自豪 虽然他学业不错 可是对我们的依赖也很重 从小到大 老丁几乎不让他插手任何家务 有时小海想帮忙做点什么时 都被老丁制止 觉得一个大男人 将来是要做大事业的 家务是女人该干的事 只要我反驳 老丁便极不耐烦 拿身边人说事 印证他的观点没错 我又善于妥协 但求家庭安静和美 谁做都是一样的 上了大学的小海 生活更懒散 衣服都是丢给干洗店 后来 袜子内裤直接买一次信的 多贵的衣服 要是脏了便直接丢掉 每月的生活费 是同学们的好几倍 对小海的未来 我开始有些担忧了 每次与老丁探讨 都会惹来他的牢骚 从小到大 金贵养着 你还能指望他干什么 你后娶媳妇了 让媳妇干 家务不都是女人 能干吗 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个个娇生惯养 还能指望别人 我反驳老丁 他干脆来了句 你到时候帮忙不就行了 我总不能帮一辈子忙吧 我看着老丁心里有气 我们多给他们留点钱 不会做就找保姆 老丁说完就不搭理我了 他说得多了 加上小海闹脾气 我指的作罢 小海大学毕业后不愿考研 更不想自己去找工作 我们立刻找人将他安排进了一家单位 福利待遇都不错 可他上了两天班就觉得不自在 没前途 老丁问他想做什么事 小海懒洋洋地回答 想做生意 就凭着上班啥时候能发大财 我坚决不同意 明明自己儿子几斤几两 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 老丁就觉得 可行 还说年轻人就该有闯劲 正边工作边做点生意 日子也更充实 于是拿出一笔钱来给他做投资 没想到小海将钱挥霍干净了 也没参与任何项目 我有些生气 与老丁大吵了一下 减少了小海的生活费 以示惩戒 花钱大手大脚的小海 根本受不了没钱的日子 干脆玩起了失踪 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四处抱怨自己 父母心狠 小海离家出走的第三天 亲朋好友之间都没了他的消息 我开始担心了 儿老丁这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这孩子被人打伤 已经送到了医院 一问才知 小海在外住酒店 因为太懒散 将房间整得不成样子 酒店要求赔偿 他不乐意 先动手打了前台服务员 后来被保安扣住 我觉得羞愧难当 可老丁却以酒店扯皮 将责任推给了对方 还说酒店就是给人住的 亲朋好友也认为 我们不该把孩子逼着离家出走 看着躺在病床上 完全没精神的小海 我有些内疚了 因为这事儿老丁狠狠责骂我 是要害死他 好不容易判来的孩子 其实呢 小海的工资足够生活 将来还要结婚生子 也该学学勤俭持家 生活自理 可老丁却给了反驳意见 钱将来也是留给孩子 花钱如流水的日子过惯了 哪里学得会节俭 小海不做道德败坏的事 不危害社会就行 但老丁最后还是背着我 给了他一张银行卡 老丁的失宠而交 让小海跟他越发的亲近 与我这个母亲 渐渐有了隔阂 为此 我与他们好好谈过 希望小海好好工作 能有担当 花钱有助 老丁需要严肃起来 就这一个儿子 更要好好对待 咱们以前对他太宠了 将来娶媳妇了 可要骂我们了 我故意跟老丁开玩笑 他冷哼了一声 说 哪个孩子不是宠得长大的 我们家小海如此优秀 谁比得上 小海也心不在焉 翘着腿 嬉皮笑脸 你和爸这些年 攒了不少钱吧 都给我花一辈子了 我混着一份工作就行 你就别担心了 那钱是我们攒下来 为了你将来生活无忧 我语重心长地 劝道小海 你将来结婚生子 也是要为自己孩子考虑 不是吗 我将来不结婚不就行了 小海不以为然 或者和有钱人结婚 这问题就迎刃而解 我无奈地摇头 老丁还摸着小海的脑袋 夸他现实聪明 没多久 小海就带回一个 叫林林的漂亮女孩 涂着黑色的口红 抽着烟 说是结婚对象 两个人在酒吧里认识 一来二去就开始谈情说爱 我立刻吓住了 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一番好心相劝 可小海不为所动 还威胁说 要是不同意 直接死给我们看 这孩子没恋爱过 完全不懂自己在干什么 老丁也不同意 准备用点钱打发林林 可林林直接跪在地上 哭得凄惨 说自己家庭出生不好 活得很辛苦 遇到小海 才觉得生命有希望 不想离开 更重要的是 怀了孕 已经决定生下来了 我和老丁差点晕倒 这还了得 再看小海 她抱着林林 两个孩子哭在一起 尽管我说尽道理 讲明 门当户对的重要性 可小海是铁了心 要和林林在一起 林林见我不同意 拉着我和老丁的手 一番诉求 保证以后好好生活 不让双方老人担心 我一时半会儿 接受不了 要求考虑两天 可当天晚上 林林父母找上了门 亲家母手里 还拿着一根棒锤 见到我就要打 还是老丁反应快 将我护在身后 一番好言相劝 有什么话 咱们说开了就行 别动手 我们今天来就是要个结果 不结婚可以 第一拿钱 第二我去你们单位闹 要不就结婚 亲家倒是开门见山 我和老丁面面相见 心里十分清楚 不管林林对小海 是真爱还是假意 摘上可就没法 顺利地撕下来了 这婚事怕是 要是不答应的话 谁呀也丢不起这个人 也是结婚那天 我和老丁才搞清楚 林林是初中毕业 略计斑斑 抽烟喝酒打牌 无一不讳 小海把刺激当爱情 觉得那是一生之爱 整个婚礼下来 我和老丁都笑不出来 倒是亲家乐开了怀 知道真相的亲友 有些打抱不平 指责我和老丁 由着孩子胡闹 我除了叹气 别无他法 婚后我们一起生活 方便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开销都是我和老丁负责 有着身孕的林林 仍然偷偷抽烟喝酒 一丁点事都不做 除了睡觉就是打牌 我担心那会儿影响孩子 委婉提醒过很多次 林林不以为然 还说自己身边就有孕妇 想做什么做什么 生的孩子很健康 看他很顽固 我便与小海沟通 他不问星红皂白 指责我是诬陷林林 就连老丁也站在林林这边 夸赞这孩子 看起来不务正业 但是礼貌懂事 或许只有我知道 他能说会到 将老丁和小海 掌控得牢牢的 小海脑袋不清不楚 老丁除了工作 其他事情一概不管 那一刻我孤立无援 老丁让我身心疲惫 小海和林林 让我万念俱灰 有一次发烧 我下班回来太晚 还没换好鞋 就听见林林的抱怨声 回来这么晚 又饿死我呀 中午不是还有饭菜吗 饿极了可以点外卖 我也来了气 小海从房间里冲出来 指着我质问 林林怀孕了 不能吃外卖 那她就能出院喝酒 我扯着嗓子大声问 怀孕了还成天往外跑 还是当妈的一点都不负责任 我在家可是公主 想干什么干什么 凭什么到这儿了 就要听你的 林林撒泼说道 我难受得厉害 不想跟他们争吵 直接进了门 躺在床上休息 老丁回来时 我正要睡着 他一把揪醒我 劈头盖脸地问 你都不给孩子做饭啊 我病了 你帮忙弄弄 我说完就要躺下 老丁突然将我扯下床 大声吼道 孩子都还没吃饭 你弄完再睡 能花多少功夫 那一刻我感觉委屈 好不容易 颤颤巍巍站起来 又倒了下去 林林这时走进来 赶紧拉着老丁的胳膊说 妈累了 我来做饭吧 您别生气 气坏了身子 还不是我们当儿女的心疼 你都怀孕了 怎么能让你做饭 老丁说完还瞪了我一眼 他们那天吃的外卖 从头至尾 没人进来问候我一声 外人 直到我嫁了个好老公 有能力 有实力 却不知 这光鲜生活下 有多少无奈和委屈 半夜里 我口渴 起身去倒水 才发现 客厅茶几上 堆满了饭盒 地上净是掉的米粒和油渍 洗手间里的衣服 也丢了一地 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 我不得不坚持 洗完衣服 将卫生打扫干净 做完这一切 都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 老丁和小海起床上班 林林照旧 睡到日上三杆 这样的生活 在林林剩下孙女 乐乐后持续发酵 乐乐的出生 丧这个家似乎有了生机 我想提早退休 来照顾孙女 可小海和林林不干 原因是我提前退休 会损失不少钱 可我提出请个保姆时 一家人又反对了 最终我们一致决定 林林不上班在家看孩子 而我抽空搭把手 可事实上 我把自己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林林几乎是出了月子 就不爱老家 不是去打麻将 就是跟着朋友去吃饭 看电影 孩子直接喂的奶粉 我时常找不到他去了哪里 小海和老丁工作忙 上班时带着孩子不合适 乐乐又成了我一个人的事 在同事好心帮助下 我自己出钱请了个保姆 帮忙找看 没过几天 保姆就悄悄告诉我 林林只管自己睡觉 睡醒了才会去喂孩子 担心我不相信 保姆偷偷拍了好几个视频 我也是担心孩子 没别的意思 保姆说得十分小心 那些视频我都发给了老丁和小海 本想 以为可以引起他们的重视 没想到又成了 家庭内部矛盾的导火线 老丁斥责我这是故意搞纷争 小海埋怨我不够体谅林林的疲惫 林林发怒直接把保姆辞退了 我觉得愧对保姆 多给了两个月的公司 同样是生后孩子的女人 我理解当母亲的不易 但一定不是林林这样的撒手不管 后来为了孙女的健康 我每天中午都会抽出时间回来做饭 弄好小家伙之后再去上班 晚上下了班 就是火急火燎地赶回 午休几乎不可能 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 好几次我差点晕倒 即便是这样了 林林和小海仍然怪罪我 没有照顾好乐乐 导致她感冒住院 老丁斥责我作为一个女人 将家里都料理不好 在医院陪护乐乐那几天 我好几次都想从窗口那儿跳下去 半夜给孩子擦洗身子时 被热水烫伤了手 在洗手间清洗孩子裤子时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惊讶地发现 不知何时 我也是满头白发 人生已是暮年 我才知道 自己曾经的生活没有意义 一生围得家人任劳任怨 结果换来的却是理所当然 也是那一刻 我突然想尝试另外的活法 老丁来医院换过我一次 小海和林林从未出现过 我失身反思 再次拉着老丁和他谈谈 同样是父母 我们一定会担忧小海的健康 可他们也是父母 为何不在乎乐乐 老丁置物了许久 都未说出个所以然来 只得借口两个孩子 心智没成熟就结婚 没办法照顾孩子 那个父母不是为女儿着想 老丁反驳我 你当妈的就多点耐心 现在帮帮他们 哪天长大就好了 是啊 孩子小的时候一旦闹腾 大人也是用这句话安慰自己 可是弯曲的树长大之后 仍然是弯曲的 她没办法靠自己笔直 乐乐出院后 亲家母来家里看望过 不知和林林在房里说了什么 出来时表情很难看 果然吃饭的时候 她就说话了 要求老丁给两个小年轻 买一套房子 每个月给赡养费 买房子不难 老丁单位以前分过一套房子 拿出来再装修就行 可亲家母另有要求 林林还有个弟弟 自然是要照顾的 让小海帮忙付了首付 没问题吧 老丁听了自然不同意 自己孩子亲力亲为 哪还有心思顾及别人 小海准备答应时 我制止了她 林林他们的房子 我可以负责 但户主只能是老丁 以后我们再过户 至于林林的弟弟 小海想帮忙就去帮吧 你用你自己的钱 我们不管 也不会再帮你们付生活费 林林一听立刻哭了 大声质问我 你不给钱了 我和小海怎么生活呢 现在压力又大 你可以去上班 乐乐我帮忙照顾 这一次我不想再游着他们了 老丁明显有些不忍 狠狠地垂了下我的胳膊 那点钱怎么够孩子们生活 不够是他们自己的事 少买衣服 少玩少吃就行了 我拍下筷子 站起身钻进房里 亲家母在我身后喋喋不休 不停诉苦 自己的女儿呢 是锦衣玉食 嫁了人竟要受这种苦日子 我也来了气 当着乐乐的面吼了一句 那你就把你的女儿带回去 是我们家不计前嫌 收养了你女儿 我儿子没见识好欺负 不代表我们好欺负 亲家母没想到我会气成这样 吓得跑了出去 那天我与老丁大吵了一次 明确表示 今后的生活 我得按照想要的方式来 很快我们装好了房子 连连和小海迫不及待地搬了出去 生活挥霍惯了的他们 经常花光钱 而我总是在第一时间 转走老丁的工资 一旦有其他福利 也会用尽方法弄到手 他没办法资助 连连一改往日的好脸色 大骂老丁 狠心 不顾女儿的死活 而小海呢 甚至跑去老丁的单位 大闹了一场 不给钱就砸了办公室 老丁万万没想到 连老快退休了 竟然让同事们笑话一场 受了委屈的老丁 第一次在我面前哀声叹气 觉得自己尽了一切义务 咋就换来了儿子媳妇的冷眼 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唯有摇头 不多久两个人跑回家 吵着要离婚 原来他们再也不能像曾经那样吃和玩了 争吵增多 甚至到了动手的礼物 对于这桩婚姻 我和老丁本就不看好 他要离婚 我举双手赞成 可亲家母不是好惹的 离个婚非要剥一层皮不可 我嘲讽他 你离婚了吃什么喝什么 不都是我们供的 我看你要是离婚了 只有饿死的份 林林拍着桌子说 离就离 谁离了谁 不能活 我赶紧写出离婚协议 趁热打铁 林林还在怒气中 提起笔就欠了字 还嘲讽我们一家都是小市民 以他的容貌可以找到更好的 亲家这时也赶来了 吵着要分家产 孩子不要 房子过户 自产要一半 我不想再与他们争吵 拍出了离婚协议 白着黑字写得很清楚 亲家 不依不饶 争吵了一晚 第二天说是要告我们 可惜一番咨询之后 回溜溜回来了 乐乐归了我们 小海这场婚姻 从结婚到离婚 只有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可这一年半的时间 却让我和老丁开始反思 也让小海学会了沉默 老丁主动让我申请对修 还帮忙请了保姆 小海依旧有些懒散 可夜里会主动爬起身 去看看孩子如何 生活总会给放纵者一个教训 但对我而言 这个教训不算严重 至少我得到了一个快乐的孙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